歡迎收看 心靈若飛揚 我是拿銘 我是你 今天節目當中 為您邀請到兩位 很優秀年輕的詞曲創作人 哇 不得了耶 不但是這樣子 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 有共同的經歷 他們又是難兄難弟 但是 現在他們真的是已經 會說是很老天爺 對 講台語 突然間本土八點檔出現 對 我為什麼不敢講 已經熬過了 熬過了 兩個人的相處一定有很多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現在他們很好的狀態 也要跟大家來分享 他們怎麼樣經過這一個過程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 陳威權 羅文育 來 陳威權 羅文育 威權 羅文育 哈囉 哈囉 又來了 我是羅文育 你好 我是陳威權 是 今天兩個人 穿得很年輕 朝氣耶 對 我要說出 我心裡面的OS 就是我一看到你們兩個啊 然後 特別是WIN 來 WIN 我覺得WIN整個發亮耶 真的喔 這個電池還滿好的 對 這個料子啊 不是料子啊 你的臉啊 你的人啊 他最近可能 打了很多針 沒有啦 對 沒有啦 因為WIN就是 去年一整年 比較多是在這個大陸嘛 對 在大陸 住在北京 對 住在北京 繞一圈回來 哇 不一樣喔 真的不一樣耶 對 有沒有 常常跟我們分享很多 在那裡做音樂的一些想法 是喔 對 因為其實在那邊的環境 確實你在台灣住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像說台灣好 台灣寶島 可是當你 去到外面長時間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的 家寒是在這裡 才感受到 對 那反而在那個外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我們還滿幸福的 對 威權也穿得很 今天也很高氣耶 而且威權喜事連連啊 對 現在要發我的新專輯了 對 你知道 叫請聽 從這個 我發現結婚之後 哇 整個 對 不只人亮了 連專輯也亮了 但是大家比較 不知道的一面是 其實他們兩個是 真正的難兄難弟來的 對 真的 你知道 同甘苦 同甘苦 蹦房間 不是 蹦房間 蹦房間 我們在同一屋簷下 如果沒有羅文鈺的話 我基本上應該已經餓死了 快點叫爸 對 好 那這一段 等一下經常要從後面前 對 等一下我來跟大家分享 那一開始 要帶來一首歌曲吧 今天要帶來的這首歌曲呢 是我之前寫給楊丞琳 也是 最後決定 楊丞琳寫過 對 他上一張專輯的 仰望這張專輯裡面有兩首歌 是我寫的 一首是叫我們都傻 另外一首叫仰望 所以今天要帶來的是 我自己的版本 一個鋼琴的版本 要送給大家 OK 一起來欣賞威權帶來的這一首 我們都傻 一起來欣賞 楊丞琳寫著為你流下了多少眼淚 對 跡琳寫著為你流下了多少眼淚 楊丞琳寫著為你流下了多少眼淚 對 就代表有對我的心灑多少花 但每次我都选择 选择相信 相信你是爱我的 却真的还以为我真的能改变你 看你照顾的眼神 我很珍惜 遇到你没有看见 看见我对你的好 还是遗忘了 爱是数不清的爱情轨迹 你说我傻 傻在眼神 只懂爱自己的人 你说我傻 傻在眼神 你的眼睛 偏不了人 我们的傻 傻在唯一段 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 还在期待 会有奇迹出现 你说我傻 傻在眼神 没有感情的分享 你说你傻 傻在爱他 就固执的分不顾身 我们的傻 傻在宁愿被牺牲 也不愿放弃天真 还在期待 还在期待 会有奇迹出现 谁没有为爱做过傻 谁没有为爱做过傻事 真是温馨无愧 否刺也无所谓 我说我傻 傻在眼神 我说我傻 傻在眼神 没有感情的分享 你说你傻 傻在爱他 就固执的分不顾身 我们的傻 傻在宁愿被牺牲 也不愿放弃天真 还在期待 会有奇迹出现 还在期待 会有奇迹出现 还在期待 会有奇迹出现 这首歌对年轻的朋友明明有声明响 对啊 原创作者来演唱 对啊 很开心啦 很感恩 可是真的啊 那个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相信你这个创作 除了恩赐之外 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你们两位如果一开始 在那个发片的过程当中 顺不顺利啊 非常不顺利 非常不顺利啊 我是在马来西亚 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 然后我在 在马来西亚还算是蛮顺利的 然后到台湾这里的时候 也觉得公司也安排得非常好 结果就是突然间就是说 录完我专辑之后突然就说 没有办法发 因为有这个金主要撤资啊 然后后来整个唱片公司 人事大变动啊 是 后来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继续再做发片这样子 后来我才会遇到罗文宇 其实他真的是 发现其实他来台湾就是要找我而已啊 是 所以我是他的命定 只是为了要遇见你啊 命定 对 路良个性其实很不一样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 很在开玩笑那种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他就很闷就不太讲话 他比较正经 对 如果没有遇到他的话 基本上我应该是不太会讲话的人 因为每一天跟他 他必须要 以前来我们去哪里一直讲 一直在讲 因为你们两个今天是有些关系 因为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你就说如果没有他你就饿死了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发片 确实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组合 是一个组合 美声组合 然后后来呢 美声组合 注意喔 美声组合 美声组合 美声偶像 对 美声偶像 有啦也算偶像 那时候是哪一年的时候 应该其实是2000年 02年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们解散了 在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也正面临 盗版那个时候 已经越来越猖獗 对啦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也没有继续合作 然后后来我就转换跑道 那你们两个怎么都在一起 很奇妙的是 当我前有几年做生意 其实赚蛮多钱 但是有一年 我把所有的钱 就投资失败 那人生 从高点跌到谷底 在那个机会 那那个时候呢 有机会认识上帝 这样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其实生活比较困难 比较结局 是 我就被安排 正好我们的牧师 把我安排到我们的宿舍 教会的宿舍 我就很恩典 因为不是一般人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住教会的宿舍 对 那时候我先进去住 然后住住住 住了那半年之后呢 室友是不是 就突然说有一个人 要跟我一起来住 对 原来就是成为群那时候 就是当时 临时没办法发片的 没有办法发片 我想留在台湾 可是你就是说在跟Wing碰遇到之前 就是 其实你很 你知道因为从那个很大的期望 跌落到谷底嘛 是 因为以为就是都要发片 而且你为了要发片 唱片公司其实 有 有对你做很多要求 不是吗 严格训练吗 严格训练 有 其实很多新人 都要经过这个过程啊 我那个时候他们希望 第一个事情是 他们要我减肥嘛 然后那时候 你以前很胖 我以前很胖 我大概是七十左右嘛 台湾们要我瘦大概六十三 结果我也做到了 其实也不胖啊 然后我大概瘦到 但是要瘦到十公斤 瘦到差不多六十三公斤 后来我来台湾的时候 是瘦到六十三公斤 然后后来 除了瘦以外 他们就觉得 第一个你的眼睛不够有精神 会不会叫你去割双眼皮 对 没有错 真的假的 他们叫我去割双 没有割啊 我就 你怎么抵抗 没有我跟你说 其实他们已经 请了一笔钱 是要让我去整形的 不过还好没有跟 不然我们现在马上示范 他可以自己挤个双眼皮 跟戴眼皮比较一下 哪个比较好看 来 其实我可以双眼皮 来 我们来双眼皮 来 戴眼皮 戴眼皮 我觉得你戴眼皮还蛮好看 真的可以 所以后来 他们甚至于都准备好 要帮你改造了 对 我还去咨询 还去看 还去帮我画一下 看看怎么样 后来 我还是决定不要 除了这个要求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 是 他们就希望我两个月 能够交一百首歌出来 什么 两个月 两个月 六十天 我要写歌机器 每天要首将近两首歌 每天 可是 几乎每一天要写 一首半 一首半以上 但是很感觉 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把我磨练得非常多 但你真的就达成了嘛 对不对 对 达成了 然后就终于要录音 结果录完 录完之后 结果婚姻也差不多做了一半 结果我后来没有发到 这样子 不容易啊 很多带我的人 其实也慢慢地离职的时候 对 我就开始发现 你就很像是被 留在台湾的孤儿这样 真的 有一点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最伤我的时候 应该就是 我最需要人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 没有人离我 是 对 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 不过还好他就来到教会啊 对啊 对啦 我觉得就像是WIN的那个鼓励 你是为了要来认识我的 是啊 对啊 他也是要来议到我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他 他真的是 两眼无神 因为眼睛已经够小了 可是你不是也蛮惨的 你还看得出人家比我惨吗 但我发现他比我真的还惨 对 因为在那时候 因为我比较乐观过达这样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 就是会 因为我很喜欢吃美食嘛 然后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自己苦到多惨 在这个经济 绝据的情况之下 但是还可以用 买一些水果啊 把冰箱尽可能塞满 不过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WIN很乐天啊 就是说他 你可以还是可以散发出 即便是很苦 然后一回头看到 这个人比我还苦 算了我还蛮好的 他常常会说 WIN哥带你去吃的 没有不好吃的 然后我是美食GPS 带我到处去吃 我真的还蛮会找美食的 真的吗 先为我们带来一首歌啊 好啊 今天讲到这个 我们来一首新专辑的歌 那还没有任何的发行 这首歌 很特别 还没有发表 对 还没有 就是一把木吉他 但是是一把 就是FINGER STYLE的一个弹法 你也来指弹就对了 耍帅 这首歌叫 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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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欣赏 wykon Now 静翔翔走过你身边 担不住躲开你的眼 마지막ektuc 男长大路透轩 你二三四五六条旋 唱一首歌曲叫爱恋 把自我揭晓才怕了一百遍 啊啊啊 不会断学 我想冒醉 把地转铁血 好感觉 对你有好多感觉 想要对你表白 却熟悉 马喊 牛头不对 马嘴 好特别 爱的感觉好特别 不许再多 不怕浪费 我的清晨为你派对 我为你热心 心悄悄走过你身边 忍不住多迷连 心跳就像抽搅大举大学 一二转四五六条学 唱一首歌曲叫韩脸 把自我揭晓才怕了一百遍 啊啊啊 不会断学 我像冒醉 把地转铁血 好感觉 对你有好多感觉 想要对你表白 却熟悉 冒汗 牛头不对 马嘴 好特别 爱的感觉好特别 不许再多 不怕浪费 我的清晨为你派对 我为你热心 好感觉 对我为你热心 欢迎再度回到《心灵乐飞翔》 今天节目当中来的两位 感情很好的弟兄也是兄弟 他们在音乐路上真的很有才华 但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是辛苦的 是啊 刚刚听你们讲真的很精彩 可是为什么他们刚好低谷的时候 就在教会不齐而喻 有接受到一些教会的帮助 一起共患难的过程 但大家真的还是很难想像 就是说最拮据最凄惨的时候 凄惨到什么程度 对 叔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先住进宿舍 提早他半年在宿舍 然后后来就发现他来了 这样我就知道他整个的过程 然后后来 哇 他真的是还蛮惨的 又没有 那时候写歌也没有卖歌 然后也 因为就像你写歌他短期也收不到钱 他板碎要一段时间还能结 然后后来呢 就据说最惨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 他真的身上最惨的时候只有五十块 对 真的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 我因为那时候也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下 可是你看到这个人比你还更惨 你那个 你那只有 你刚强了 只有五十块是怎么回事 对啊 你怎么会只有五十块 其实当然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做创意性的人 其实就是可能不太会理财 像家人给的很快就用完了之类的 对 那时候最穷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好意思跟家人要 对啊 然后 因为是自己决定要留下来的 也不太好意思跟他说 但是你知道穷的时候 你会有穷的样子出现 那个衰样嘛 穷的样子怎么演啊 我满想看说一个人只有五十块的长的样子 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每天头都这样 你有看出来他是因为没钱吗 对有 后来我就发现他其实怎么 一方面看他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 而且听说最近也睡不好这样 那我开始去聊的时候发现他真的 没睡没吃 就是很惨 然后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还真的比他状况好蛮多的 然后后来我就尽可能 譬如我们那边附近就有市场啊 或者是一些吃的很多小吃嘛 那比如我只要去吃饭 我就把它带上这样 或者是把冰箱尽可能填满 我说我不在的时候 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我煮了什么东西在冰箱 要尽量吃 让他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他不好意思开口嘛 比较害羞 但就是冰箱在那你自己拿 我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画面 就是他那时候带我去吃一个鸡肉饭 就在我们家附近 我吃到快哭了 真的吗 那对你来说就是人间美味了 就是能够饱餐一顿 而且还吃到美味的鸡肉 因为那个糖跟那个饭 就是那时候才六十块台币就可以 就打发了这样 但他因为 他很感恩 因为他连五十块都没有 你还请他挣六十块的 对不对 不过还好 没想到他就爱上那家店 对 后来就一直吃一直吃啊 那你有办法一直支付他的部分喔 其实那时候 你不是自己也 也不好 你们住教会不要钱吗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好像比较好的是我 那时候有写歌有表演 你至少还有收入 收入 后来他也发片那时候 对 所以你也很愿意帮助他就对了 所以我真的能够说 觉得能够成为一个 帮助别人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那个价值 实在太爽了 那我许你这样的经历 这么低潮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说 孩子要靠文艺 要不要 有没有想过要回马下 是啊 其实我那时候 我在那时候没有发到片的时候 我是很想的 可是住在教会的宿舍之后 其实我就开始经历神了 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就不断地被牧师的教导 当然是圣经里面的话 神的话 一直在改变我的思想 那时候其实牧师常常说 其实你要依靠神 因为先求神的果 跟神的义的时候 神会大大的加添给你 那时候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想 我想试试看全然地依靠他 会在教会里面不断地服侍 然后不断地 在敬拜团里面操练 那时候 在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 其实我慢慢地有信心了 而我也很努力地写歌 我就这样子地 这样过了那段时间 对 而且主要是 就是说住到那个教会的宿舍 然后有WIN 就是有点相扶持 相扶持 不会那么的LONLY 还有一个就是 我住在教会的宿舍的 那一刻的礼拜 我就开始写歌 我发现 我常常被... 那一间那么有灵感 觉得被圣灵充满 真的吗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 非常多人在那里迫切祷告的地方 对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 我直接接到那个产业跟 直接接到那个产业 我讲比较通俗就是 我记得那个氛围不一样 对 它里面有那种 就是让你会觉得很满足的感觉 然后就满足之后 你就想分享出去 对 那时候写很多的歌 我记得 发表第一首创作的时候 也是在那里 然后我就大叫 就把他吓到 因为那时候一大早 让他收到 人家电话说 你写了某一首歌 谁哪个歌手要用 因为在此之前已经三年 没有卖过一首歌 后来卖出去 反应是 非常激烈的用力拍桌子很大声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冲出来 怎么了 他说没有 我卖歌了 就他把终于卖了一首歌 从那一刻开始 哇 他整个路就开始打开了 上帝的应许就成就在他的身上 对 一首一首 可能一直 很多的歌手 腰歌不断 而且发表一下就三首五首十首这样 对 很感人 真的很感人 那所以这段 让那个威权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对 威权你要带来一首歌曲 这首歌也是 我很喜欢的一首创作 本来是放在我要发的那张专辑里面以前 可是后来没有机会 那这首歌 现在有机会在发我的新专辑的时候 就放在里面 这首歌叫烂好人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烂好人 其实心有多疼得我那么狠 也得比真 你才安心选择 你才安心选择 我独自转身 好过没有人 恨人 哦 或是 原来爱不应该无知 无知尽的等 那会牵牵你 错过的人 拾坏的微笑 最适合这卫生 开飞的风筝 你在一起狂奔 放手了反而永恒 我是爱着你 那个蓝 无人爱着你 却只能临身 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 心疼 我是放开你 那个蓝 无人为了你 对自己 都很没关系 没关系 天使也会迎来 唱声 原来爱不应该 无知无知的地 那会牵扯你 错过累的人 失败的微笑 最适合这卫生 开飞的风筝 没在一起狂奔 放手了反而永恒 我是爱着你 我是爱着你 那个蓝 好人爱了你 却只能临身 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先放开你 我先放开你 那个蓝 好人为了你 对自己 公开 没关系 没关系 天使也会迎来 唱声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爱着你 那个蓝 好人爱了你 却只能临身 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放开你 那个蓝 好人为了你 对自己 公开 没关系 没关系 天使也会迎来 唱声 原谅我不错了 好人 烂好人 真的我还在延续刚刚讲的 不能做烂好人 要做好人 好人就爱人要有智慧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们辛苦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接受教会很大的帮助 对不对 对呀 那教会有没有说 哎呀你们 这情况这么差 干脆就转行了 或者是回国了 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们 还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教会给我们很实际的帮助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收入也不是那么稳定 是啊 所以它让我们这么有恩典 然后住进这个宿舍 我们又很少的钱 很少去到那边 对 然后也不会造什么的压力 然后方面我觉得教会 我觉得是我们创立事工的蛮多的 比如说我们常有机会去到校园 去到很多的地方 对 我们会分享音乐 甚至分享 所以他也会就是说 等于很直接的提供舞台 对 让你们可以发表或是表演嘛 是 对不对 对 那时候教会其实就是在我们表演之后呢 都会给我们一些些的奉献这样子 让我能够我们持续的做 哦 所以教会还给你们车马费啊 对对对 就鼓励你们 鼓励我们 不但给舞台 还给你们那个生活的这个小小车马费 鼓励一下对不对 因为牧师他就给我们一句话 他说其实艺人其实是 有常常会随着自己的外在的情况 你会起起伏伏很大 他说艺人不要让价格决定你的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牧师这句话 一直深深地闹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其实当我们有机会 常常去到很多的地方 分享我们的生命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就是鼓励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还蛮有价值的 所以进到教会感觉上还不是封闭式 过张经济 对 没错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看到 教会怎么帮助过我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怎么提醒我 然后其实我本来是非常没有信心 站在舞台上面的 我记得有一次是非常感动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 是因为我站在台上 我从来没有表演是唱超过两首歌以上的 所以他那时候第一场的Live House 我跟罗文玉 我们难兄难弟第一场 在教会的Live House 那时候我要唱六首歌 我不知道怎么串场 他们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叫我 他们陪我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下来 要讲什么话 然后每一个段落要怎么分享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那个 很实质的 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陪着你们 然后给你们很正面的鼓励 对 然后就像Win刚刚分享 就是说牧师就是要让你看到 你是有价值的 绝对不是那个外在的价格 不是用价钱来衡量你这个价值 这教会实在是太吸引年轻人去了 真的 喜欢音乐的年轻人 大家都往那边靠近 对不对 那肯定一定要 这太好了 对啊 那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带来歌曲 而且你们应该不会手牵手来唱歌 让我觉得很尴尬 对啊 你们手牵手唱歌也可以 因为很好啊 对 你们要一起带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想了 各自有各自的表演 我们要合唱一首歌 我们想唱什么歌呢 然后后来想一想 因为我们在上次的情人节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 你们两个一起过情人节 没有啊 我们有一起被在主日的时候说要唱一首歌 我们就选了最浪漫的事 对 但因为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的是 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信仰 我们常常能够亲近神 我们的心很觉得很甜蜜很被爱 其实跟耶稣还恋爱 相处的那种是最浪漫最甜蜜的事情这样 OK 所以这后面的歌词我们有改了一下 直到有一天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耶稣还把我当作手心的宝 OK 那种感觉是有差的 对 所以稍微的解释一下 因为要不你们两个手心的团 这样对望 我们绝对有麻烦看到 怪怪的 对 这样观众朋友就了解 为什么这两个难兄难弟 然后选择的却是最浪漫的事 原来是跟神之间的 还有过去的那些经历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很甜美的 很甘甜的 OK 一起来欣赏 最浪漫的事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整 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影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本老的那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 手心里来吧 你靠着被坐在的台上 听听音乐 当了愿望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你说像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整 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梦想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影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梦想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本老的那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 手心里来吧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影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梦想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的那也去不了 耶稣依然把我当成 手心里的宝 谢谢 欢迎您再度回到心里乐悲扬 今天节目的现场很和乐 很和乐 像在团契一样 是 小组一样 威权跟文育 真的就是教会 让他们两个人变得熟悉 然后呢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难兄难弟 然后再这样彼此 你知道有教会弟兄姐妹的激励 哇 跟你们聊天太开心了 对 我觉得跟你们聊天 感觉上你们很自然的流露出那个 团契的生活 团契的爱 我觉得还有一段 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那时候跟他 现在的老婆 正在寻求祷告 对嘛 因为就是 就连你现在的老婆 都是教会来的嘛 对啊 对不对 刚才 老婆很漂亮耶 刚才那个自作人他们有问我 就是说 教会还有给你什么吗 给老婆 就给你什么样的祝福吗 我说当然 所有东西跟我有关 几乎都是教会给的 真的 对 因为你等于是零 对 重新在台湾出发 我老婆也是在教会找到的 真的喔 对 这实在是 但我觉得 其实观众朋友还是很感兴趣 就是 特别是威权 就是 因为你原来 发片那么的不顺利 可是其实 教会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 曾经有对着你发一个预言 对 然后没想到就是 好像真的无中生有 就突然间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那时候我记得 那时候记得在录音室 然后他 那时候看到我 他才知道我的状况 他那时候突然间就 为我预言祷告 他说 威权啊 牧师觉得你会发表好几百首的创作啊 会写很多的歌给很多的艺人 你要持续地写啊 我心里面就在笑 我说 牧师你以为在卖菜啊 真的 然后 呃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心里面 虽然是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OS 可是 我 我觉得 你很敬畏他吗 我觉得牧师 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你发这个预言 或者是神有什么 我相信神有提醒牧师 或有提醒一些感动 是 因为牧师不是神嘛 牧师是 神的发言人 神的发言人 然后我那时候相信 可能是 就是单纯的相信啊 所以我那时候我非常努力地写歌 真的就好像牧师所说的一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在发表作品 我们要请威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有一度 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 其实户头里面都没钱嘛 当时还不太清楚 就是 就根本不知道你的 歌什么时候可以卖掉 可是有一个表演的机会 然后说你要去设计嘛 就是 是不是 我觉得 艺人 艺人蛮糟糕的一个题目 是你啊 是你啊 蛮糟糕的地方 就是 你知道你已经是 没有钱 但是你还是希望自己好看出去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 是 那我还是要去 去我习惯的发型师那一剪 可是剪一个头发 也是一千二到一千八以上 很贵啊 就是都非常贵啊 可是我身上也没有太多的钱 那我那时候说 我就找我另外一个朋友 叫大恒 大恒啊你要不要带我去 你帮我付这个钱 然后还要去剪 然后结果 剪完这头发之后 然后我的板碎就下来了 然后我就去提款 我看 我在算的那个时间 我觉得 应该是这个月的什么时候 板碎下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 就我一查 我第一次看到我户头是有六位数 那时候我就吓到了 好神奇 好神奇 好开心哦 他都在一直经历神 最关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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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没有的时候 又有了 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 我朋友借我的钱 马上很孝顺 然后我还带来去吃饭 那我会觉得你不会像是 没事没钱的人 就跑去一直浅头发 那想说是 没有开玩笑的 真的很经历神哦 真的很经历神 我当天晚上失眠 然后后来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上帝让我想起 我还有一把吉他很久没有弹 那我就拿起吉他 真的 写了这首歌 那时候譬如说歌词 副歌他写 幸福的距离 就算万公里 在你眼里 有我想要的勇气 这样 我就写了这歌词 但没有想到后来呢 我就把我的作品 然后拿给刘更宏 结果这首歌变成他专辑 正要收主打歌 是哦 就变成他的歌 而且是他求婚 跟他结婚的歌 哇 而且我好感动 我听得头皮发 你看四年没有跟音乐隔离了 是 离开了音乐 然后 音乐去了教会 马上又有了灵感写的这首歌 哇 还是人家定终身的歌曲 你看 我都猜到 多么幸福啊 真的很幸福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幸福的距离 歌曲 李宗盛 窗外 开始下起马上 晕着出了星星 夜深了还没有睡 翻来覆去的想你 是种滴答滴答的声音 像在说我爱你 转过两天三天到六天 恨不得快点见到你 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 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 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极 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 我们够够说就一言为敌 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 你的名叫我的心永远在一起 拥抱多过千言万语 窗外开始下起猫猫云 晕着出了星星 夜深了还没有血液 翻来覆去的想你 是种滴答滴答的声音 想在说我爱你 转过两天三天到六天 恨不得快点见到你 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 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 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极 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 我们够够说就一言为敌 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 你的名叫我的心永远在一起 拥抱多过千言万语 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 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 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极 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 我们够够说就一言为敌 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 你的名叫我的心永远在一起 拥抱多过千言万语 幸福的距离 而且是这么多年之后感动 你知道吗 最幸福的距离就是你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是这样子 那我看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也很好 真的你们两个感情也超好的 感情很好耶 真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能够跟Win成为室友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在表演上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信心 也不知道怎么表演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过老师学习 我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们去一个彩排 然后去到一个餐厅 然后是下午的时间 人家在吃中饭 吃中饭 然后而且我觉得在餐厅表演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你不知道怎么互动 结果还是去试个音 把整个场炒热了 试音啊 试音而已哦 就是去试音 你是怎么做到 因为大家在吃饭 怎么会怎么炒热啊 因为我个人的表演的风格 我很喜欢跟观众互动 因为我自己常当观众嘛 我觉得这段时间都没有 台上歌手都没有讲话 我觉得我会无聊 我就怕人家很无聊 但那天就很好玩 只是试一个音响啊 听一下声音就好了 那我觉得 你就干脆唱歌啦 就干脆又唱 结果唱的时候 那边后面的朋友 让我看到你就 他们就举手 他们吃饭吃饭 又不得不理我这样 然后后来 我说你要听什么歌 类似这种 后来又开始讲笑话什么 后来他在旁边 对 他后来下来说 怎么今天还要做完一场完整的演出 我说没有啊 平时就是这样子啊 我在旁边 我其实是一直在笑 因为他其实 你觉得很夸张 听不太到别人在讲什么嘛 别人要点什么 他其实都是自己乱摆 真的吗 对 他就是 完全自嗨然后热场就对了 他很会自嗨 然后我就 哇这个就是应该是在台上享受表演的样子 是 我从那时候就哇 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 在住在教会的宿舍里面 然后又跟他住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 因为他是一个榜样 怎么表演 对 他让你看到另外一面 就以前就是会觉得 唱歌就是唱歌唱完 可是他这个热情 虽然只是彩排 是 还把现场都唱翻过去了这样 对啊 其实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人家啦 因为你有热情嘛 你有活力 希望大家一起来很 很 把那个热情带出来 对 其实 人真的是要 是啊 被抢忘形 对 对 不过我觉得 我在他身上也有我没有的特质 我觉得他是一个 因为他年纪比我小 然后呢 成长的过程可能就很 个性就是很平稳 平稳 有时候是更 话很少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心声 他很顺服 比如牧师就要讲什么 他就是 埋着头就一直做一直做 可是牧师 比如我要 我会很多鬼点子 可能 不会马上 我说真的吗 会怀疑很多这样 是不是这样比较好 一二三哪种 就 但我觉得在他的身上 他有一种坚持力 但我觉得有时候 我做一件事情 可能 做一种 好懒哦 很难去持续 可是我会奇怪 他就一件事可以做到 做到头 比如说写歌好了 可能他就 有这个环境 有这个注射的地方 他就是 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他可以一天写三首歌 四首歌 他就乖乖的在那边就写 对 你就是要有feu 对 没有 因为我住进去的时候 我是跟他 哇 圣灵的同在 我要抓住 我要赶快的写歌 抓住这个感觉 那我就喜欢爬爬的照 你自己写 那回来他真的就 很有效率的把歌 demo也都录好了 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两个感情 你们两个感情 根本就几乎是完全互补嘛 那边 好像邦卜这样子 对 两个人个性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事也是在 在教会的一个恩典 是 因为我们必须要 因为我们也是同个牧区以前 然后他的状况我了解 我的状况也是很真实的 让他看见这样子 是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真的是认识 因为我觉得在外面 可能你要认识到一个人 你要挖到他很内心 或者是很深处 其实不容易 没错 真的话说的 弟兄和睦同居 和睦散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 没有任何的掩饰 然后说 爱里面说诚实话 对 他觉得有时候我不好 哪里可以调整 我觉得他都会很年轻 我以前说他对 他对你说很多实话 没有 我觉得为什么 就是他 我们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 他也会常常带我去泡汤 对 对 其实 因为我其实是非常害羞的 可是觉得这个 这里的文化就是 大家都是有当兵啊 或者什么 我也没有当过兵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 好兄弟基本上就是 哇 都已经坦诚相见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一样 改变你很多耶 观念上面其实 就是我觉得好像 这几年 没有发表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是游学 然后开始有发表作品的时候 已经有在工作的感觉 是 是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个倾听的人 很特别 很特别 刚才说要挖声 就是必须要倾听嘛 是 所以 所以威玄要来介绍一下 对 所以我这 我发的 《再见单身》这张专辑 已经隔了两年 其实这两年我是撞墙期 尤其在创作上面 因为我觉得 到底我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 透过音乐 音乐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 我每一次没有灵感写歌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小组长 在教会里面 我发现每次听小组员的故事 或者听身边的故事之后 其实就会有感动去写歌 后来我发现 其实倾听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也是一个爱的表现 是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主题 放在我的专辑 好 来 欣赏这首歌曲 倾听 好 喜欢身影 因为身影 因为身影 听不见虚伪 我还没坚弄的分析 平民有谁 自己是谁 不用需要谁 我还没泪 我还没飞 我还没坚强的分析 赢了所有 天然灰雷 躲在窗簷 灯光湖面 和影子面对 把同个圈 不愿再做 纸上的滋味 不敢求远 只能祈祷 懂的人 能拥抱我 让我的伤痕 像自己的伤痕 在心头 我也不用自己飞飞 在寂寞 我也不别自己飞 有了你 我无所谓 我有一个倾听的人 在脆弱自存 再也不愧 在缺我寄宿中的灰灰 深邃的灰 有倾听的人陪我在歌声里头 流流泪 在心头 我也不愧 在心头 我也不愧 自己飞 在寂寞 我也不必自己飞 在寂寞 我也不必自己飞 有了你 我无所谓 那我 也不愧 你是 那个倾听的人 在寂寞 自存 再也不愧 在寂寞 我倾诉就能被安慰 因為 手碎的有 有情地的熱陪我 在歌手裡頭流眼淚 我相信今天大家跟我們一樣 就是很享受 在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那種分享互動 你知道嗎 這就是美好的弟兄之間的團結 你知道嗎 從文育跟威權他們身上 我看到了聖經的經文 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美何等善 怎麼有這麼好的弟兄的感情 他可以彼此互相分擔跟幫補 親兄弟有的時候 可能都還沒辦法做到這樣子 可是這就是耶穌基督的愛 在我們的團結當中 在這個氛圍裡面 然後感受到 大家真的可以彼此去 彼此互相依靠 那我們有共同的天賦 這樣愛我們 我想到文育 剛剛他的分享 你知道嗎 一個人 四年的時候 四年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不敢去碰一個東西 是他的最愛 可是當他進到教會 他經歷了那個神的愛 於是乎再拿起吉他 重新 重新開始回到起初的愛 我們一起來做個禱告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經歷這個起初的愛 所以說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跟明依在這裡 為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來禱告跟守望 主要我們看見了文育 還有我們看到威怡全他們的見證 除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美何等善之外 所以說有一個更深的經歷 就是經歷神你的風神 經歷神你的恩典 主要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做不到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知道聖經的知識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經歷 所以說如果沒有這樣的真實的經歷 我們很難跨出那一步 去跟不認識你的人 甚至跟我們自己 來做個見證跟分享 所以說求你恩待 幫助我們像威權 像文育一樣 有這樣的經歷 以至於我們的分享是 不是講的 不是說一篇道 而是真正的能夠活出你的見證 真的在這個世代 不需要太多的話 不需要講太多 而是更深的 主要我們要知道 從這個人的身上 從生命裡面 來生命影響生命 從生命裡面來見證生命 所以說你說你是生命 你是道路 你是真理 所以离了你我們真的什麼都不能 讓我們抓住這個應許 活出你的見證 是用生命來活出來 我們白謝榮耀送贈的闺女 祝福這些前面的觀眾朋友 讓他們能夠跟我們一樣 像威權 像文育一樣 用生命來見證你自己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阿妹 阿妹 要請大家呢 別忘囉 每週同一時間 我們這樣也像是一個團體一樣 對不對 鎖定我們的 心靈樂飛揚 拜拜 拜拜 幸福的距離 就算萬公里 在你眼裡有我想要的勇氣 從南極飛到北極 南京到北極 你的笑聲過那些美景 我們勾勾手 就一言為敵 我會傻傻地 好好的愛你 好好的愛你